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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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至成为巡查室 一本可以飞得更高 可现在 你就这么离开我们 来 小心啊 医生检查的情况很不乐观 虽然我明白你想保住孩子 但这样 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外界看着我的孩子 是因为英雄后人的身份 但我不会在意这些 孩子是我和罗锋之间连接的纽带 是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的延续 这些意义 足够让我坚持下去了 我会把孩子生下来 这是哪里 怎么回事啊 这是哪里 我成功了吗 我成功了吗 这感觉 是罗锋 没想到你居然夺胜了金角巨兽 天呐 这 简直是奇迹 我还真以为你死了 害我白担心一场 都可以体内传承魂印的力量 让我的灵魂得到补充 不仅攻克了金角巨兽的防御 还让我有足够余力 发动罗射匿迹 将金角巨兽的灵魂吞噬掉 只是 这具身体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类的性命 现在我却不得不依附在他身上 让人不快 那没办法 百分百燃烧灵魂 导致你本来的身体完全像是生理机能 如果不是夺射成功 那就彻底完蛋了 而且 金角巨兽可是宇宙巅峰种族血糖 他的身体 比你原来人类的身体可强大太多了 你应该高兴还来不及 百分百燃 我能不能恢复人的身体 别急 先学会操控金角巨兽的身体再说 至少你还活着 头好痛 你连传的画面和蚊子突然就陷了 这段记忆 仿佛渡过了无几岁月 航跨了无数星月 这叫传承记忆 上一代星宫巨兽会将所有记忆传到下一代 是他们掌握知识的重要手段 这说明 你能和金角巨兽进行深度融合 太疼大了 你要慢慢接受 说不定 找回人类身体的方法就在里面 要被记忆给淹没了 卑cessor 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没有过这样的规定 他在打什么算盘 受草撤退后 阿特经买通各基地市的安防人员 趁局势慰稳之时 青春民众自战 威胁武者商交保护 为了拿下怪物材料的开发权 对罗锋遗体的走走计划 和京教拘手尸体的打牢工作 百般阻挠 这些动作 足以看出他的野心 阿特经身边的人也需要警惕 沿海 曾在大涅槃时期滥杀平民 最后被甲义长老驱逐出海峡 尼赫鲁 印泛国出身 是雷电武馆新任巡查时 也是目前唯一的行星级精神念士 他被阿特经拉拢后 一直排挤身为同僚的雷蒙长儿 这两人 都被善累 如今管主和雷神沉睡 其他因老牺涉 全球的形势 想必会愈发混 灵魂和金角聚受身体 已达到完全其合的程度了 而且记忆也终于接受完毕 罗峰 记忆里有哪些知识 有没有恢复身体的线索 从书里的信息来看 在星空巨兽当中 只有最巅峰的十二血统 能进行记忆传承 其中就包括金角巨兽 幼体部话 顶持下单口号 只要一年 即可到达航星纪一阶 被你夺赦的这个小家伙 才一岁 金角巨兽的进化速度得有多快啊 航星纪一阶至宇宙纪一阶 永逝一百年 宇宙纪一阶至玉珠一阶 永逝一千年 宇宙一阶至芥珠一阶 永逝一万年 普通进化速度 从恒星级进化到芥珠 大约需要一万一千一百年 在我为你准备的修炼计划里 到芥珠要十万年 而现在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这金角巨兽脑袋里 还装着什么西汉东西啊 修炼秘法应该不少吧 里面记住了 只有金角巨兽能修炼的十八种特殊秘法 通用的三千一百九十九种普通秘法 我把内容用意念传输给你 你帮我甄点一下 哪些适合修炼 又有哪些能帮我恢复人类身体 没想到 你会竟然发布罢免您的决议 让阿特金来担任HR联盟议长 我们得向议会申诉 事情已成定局 现在是以阿特金为首的三巨头当权的时代 宝儿 在这个敏感时期 你要低调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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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秘法 本间天地 和普通秘法中的绝对空间 最适合你 绝对空间 能提升瞬间爆发速度 令你的伤法得到皮肝 而本尊天地 作为十八种特殊秘法之一 更加强大 它能让你的金角巨射身体 变大或缩小 而重量不变 缩小后 身体密度的增加 会有效提升攻击威力 变大后 翅膀能提供更多动力 可以让你飞得更快 绝对空间 可用一次吧 本尊天地 可根据需要提升威力 和飞行速度 两种秘法 确实更有千巧 你刚才传说给我的记忆里 除了普通和特殊秘法 还有三种天赋秘法 可别看漏了 原来还有天赋秘法 这三种秘法 一为修炼秘法吞噬 二为战斗秘法强化 三为宝力秘法分身 是金角巨射天生系他的 吞噬 是当初金角巨射 吞噬基地式使用的秘法 强化 在搭配B6级雷射炮重伤后使用 使用后 攻击力和速度大幅提升 这个秘法 可以与本尊天地和绝对空间 配合使用 最后一种 分身 琴巧具处一生能拥有三个分身 每个分身都单独存在 可以独自修炼 而且 行星级即可拥有一个分身 元和作为金角巨射的本源所在 其内部蕴含的广阔空间 叫做体内世界 它相对独立 又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而分身 正只需要通过体内世界才能孕育 太好了 你可以选择高等血统的宇宙种族 作为第一个分身 我确认 我的第一个分身是地球人 太浪费了 天赋分身 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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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